像這樣底下都一樣 OK這個是第一階段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產生一個有圓角而且內縮的一個list of view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顯示數字的話 剛剛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這個前面然後他沒有顯示數字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讓他顯示數字的話其實也非常簡單 其實我都兩邊切啦你可以不要用項目符號 選舉之後沒有 剛剛是用那個項目符號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編號 如果你把它改成編號之後我們來看一下即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他這個地方就會變成是數字 不過 恐怕你這地方要先把他全這個地方特別是就是要先把這個先把關掉一下 要先把剛剛的什麼呢 剛剛的項目符號剛剛不是有套用項目符號的要先把項目符號先取消 取消掉喔 特別注意取消掉之後先把它save一下 這個名稱我叫做list of view 1 這個是第一次的練習list of view 01 OK 好 按確定 特別注意先把項目符號取消之後再把它改成編號 這個時候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OLOL 切過來其實看一下 還是一樣應該是OL 所以這裡的話變成說要把LI改成OL才對 改改完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到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要把它改成編號的話 就是 要把那個 跟正一下應該是OL開頭OL結束 所以這邊的話 他變成多一個 在這裡然後list of view不見了對不對 所以把這個list of view再加上去就好了 Data row這邊 剛剛已經取消掉所以 Data row再把它加上去 Data row 這個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看到的結果呢就會是有編號的狀態 OL然後list of view OK 看一下即時 這個時候就會有編號出來 另外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有圓角的話也是一樣 Data insert再加上去 True OK這個時候的話馬上圓角就出來了 OK請各位試試看 在那個 在新增一個新的網站好了 我們來在這個新的網站先練習一下list of view 等一下再來看 這個地方 因為如果你不懂得這個list of view 你要做出這樣的效果基本上是會有問題的 OK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